我的天啊,这真是太让人意外了,谁能想到平日里沉稳的老者,竟然会对一个年轻女人动了心。 老者今天又来到了阿祖法的小屋,给哥哥和阿祖法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,他说他喜欢上了一个女人,而他想请阿祖法去帮忙看下这个女人怎么样。 此时的小屋里,气氛既带着惊讶的余韵,又因老者这份别样的感情事,而透着几分新奇与热闹,阿祖法静静地听着老者的讲述,心中满是好奇。 通过老者的一番讲解,目前能了解到的情况是,这个让老者清新的年轻女人,在六个月前刚刚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。 哥哥本就对这件事好奇得很啊,心里一个劲地琢磨着,到底是怎样特别的一个女人,居然能入了老者的法眼,赢得她的青睐呢? 要知道,老者平日里那可是相当有自己的见谛啊,能让他心动的,肯定不是一般人。 这不,阿祖法也觉得这事得好好帮老者把把关,毕竟老者对自己一直挺照顾的,如今他有了这等心事, 怎么也得帮上一把呀?于是,一大家子人就这么热热闹闹地决定了,要一起去给老者做参谋呢? 在大家的心情,既带着几分好奇与兴奋的心情之下,很快就来到了老者新房处,刚一进门, 众人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聚焦在了那个女人身上,只见她眉清目秀,确实是个十足的美人,怪不得能让老者清新喜欢呢? 这女人落落大方地站在那儿,微笑着迎接大家。 待几个女人和孩子纷纷落座后,屋内的气氛略微有些拘谨,毕竟大家对彼此还不算太熟悉呀。 这时,阿祖法和嫂子对视了一眼,心有灵犀般地决定先从了解她的过往入手,也好对她有个更全面的认识,于是便轻声询问起了她丈夫的情况。 美女告诉她们,自己几个月前就和丈夫离婚了,并说到自己怀了孩子,是在找工作的时候,遇到的老者,老者给予她帮助。 阿祖法则是告诉她,老者是一位善良的人,看着眼前这个怀着孕,却经历了诸多波折的女人,阿祖法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 当初自己也是怀着孕,怀着满心的无奈与委屈,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。 那些艰难的过往,一下子涌上心头,让她对这个女人不禁多了几分同病相怜之感,也更加想要深入了解这个女人,看看她到底是不是能与老者相互扶持,共度余生的那个人。 在交谈了一会后,阿祖法告诉了老者自己的看法,她觉得这个女人非常的漂亮,但还是觉得老者应该和她再多接触接触,她还认为感情这事可及不得,得多花些时间去了解彼此的脾气秉性,生活习惯啥的,等都摸透了,再确认关系。 一旁的哥哥听了阿祖法的话,也表示赞同,她让老者千万别急着求婚,老者心里也明白,大家都是为了他好,在这关乎终身大事的问题上,确实得谨慎行事,不能仅凭一时的冲动就做出决定呀。 对于阿祖法能来帮忙做参谋,老者很是感谢,特意挽留他们一起吃午餐,阿祖法听了老者的挽留,心里确实也有着自己的小盘算,她想着,正好可以借着这午餐的机会,再多和这位美女深入接触接触呢。 毕竟刚刚那一番交谈,还只是个开头,要想更全面地了解这个女人是否真的适合老者,还得从更多的细节,更多的相处瞬间去考量呀。 一时间,屋外的气氛变得更加融洽热闹起来,大家围坐在一起,边交谈边吃着午餐,在吃完午餐后,老者又主动地把阿祖法一大家子送回了家。 而阿祖法也告诉老者,这是一个好女孩,让老者可以考虑多接触。 老者询问阿祖法,你是满意的吗?阿祖法肯定地回答,是的。 一直以来,老者都给予了阿祖法诸多实实在在的帮助。 无论是在生活琐事上,还是在一些棘手的难题面前,老者总是能伸出援手,让阿祖法感受到温暖与依靠。 而阿祖法呢,心里也明白这份恩情沉变变的,可他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老者给予的这份帮助之情。 所以呢,他和哥哥一直都怀着一份真挚的心愿,盼着老者能找到一位贴心的妻子,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在他们看来,老者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,如今要是能看到老者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,那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回报吧。 有点我们就有个 enam稿。 我们下来见。 我们下来回到你们家里一班这边一起去国家里。 我们下来回到你们家里面居他们真值得让你们看来邀请。